第九十屆奧斯卡金像獎的提名名單 看一看的名單中 其中以《亡形水》獲得十三項提名 而鄧靠克大行動也有八項提名 而Gary Holman主演的《Darkest Hour》也有六項提名 包括他自己主演的男主角獎項 當然也獲得提名 看回其他獎項方面 可以說是有一點驚喜的 當然是由Daniel Day-Lewis、Paul Thomas Anderson 執導的《Phantom Threat》 是有六項提名的 而由Netflix出品的《Mudd Brown》也有四項提名 對於《Mudd Brown》來說是一個小勝利 其中是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歌曲 都是分別由Mary Blatch獲得的 另外兩個提名分別是最佳改編的劇本 以及最佳攝影 這部電影我也看過 是一部不錯的電影 講述一些種族歧視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九個入選最佳電影的包括 《以你的名字》《呼喚我》 《鄧靠黑大行動》 《Lady Bird》 《戰魂密報》 《史蒂芬側道》 《港澳牌殺人事件》 《黑暗對詞》 《訪客》 《Phantom Threat》 和《亡形水》 總共是九部電影 而看看各個名單裡面 當然是影帝的名單 和人稱奧斯加韓主表的 演員工會大張的提名名單 有所出入 當然Danny Day-Lewis 憑著《Phantom Threat》 拿到第五個提名 其餘入選的四位都不算太意外 例如丹蘇華盛頓 連續兩年都入選 奧斯加的影帝 《以你的名字》 包括我的Timothy Shalamet 訪客的Daniel Kaluuya 以及當然就是大宜滿 今架幾乎是 拿硬的黑暗對詞的Gary Oldman 最佳女主角方面 最大的驚喜當然就是 今次第21度提名影后的 梅麗史翠寶 憑著《戰魂密報》 另外四個 包括《派殺人事件》的 《法蘭斯密道文》 《冰之嬌女》的 《瑪格羅比》 《忘形水》的Sally Hawkins 和《Lady Bird》的《沙手路人》 都不算是 可以說是必然入選的名單 而這個最佳 《南配角大熱門》的 Sam Rockwell 憑著《廣告擺殺人事件》 亦和 他上司的Widdy Harrelson 雙雙入選《南配角》 另外三個名單 《The Florida Project》的William Defoe 和《忘形水》的Richard Jenkins 都不算是 令人意外的入選 而早前入選了 英國《奧斯卡》 和《金球掌》的 基斯杜佛奉馬 亦憑著《萬惡金錢》 提名《最佳南配角》 其中一名《沙手路人》的 Laurie McHalf 或者《忘形水》的Octavia Spencer 亦都是必然的入選名單 唯一最意外的 當然就是 《Phantom Fred》的 Leslie Manfield 最佳導演 最佳導演 有兩個名單 五個名單 裡面有兩個 是比較意外的 當然就是 剛剛所說的 Paul Thomas Anderson 和《Phantom Fred》 以及 這個 其實應該說 一個是意外 奧斯卡提名 所以 我會覺得有一點驚喜 而堪下了 另一個熱門 應該是 Sherry Fun 《史不保》的 《戰雲密報》 以及 《馬迪麥當勞》的 《港澳擺殺人事件》 兩個都意外地落選 其餘三個入選的名單 都不算太意外 包括 還有這個《亡形水》的 Galermo de Toro 《Get Out》的 Jordan Peele 以及 Greta Gerwin 至於有些戲 雖然沒有合選 什麼大的獎項 但是技術獎項 都立不少 例如《Blade Runner 2049》 這個《銀翼殺手》 也有五項提名 五項都是技術的獎項 包括最佳攝影 最佳雲音 最佳聲音剪接 最佳的視覺效果 以及最佳的美術指導 無論如何 奧斯卡將會在 今年的3月4日 晚上洛杉磯時間 也即是3月5日 香港時間直播 到時 看看有沒有機會 做一個Facebook Live 跟大家一邊看一邊 慢慢吹水 無論如何 由這一分鐘到奧斯卡當晚 也有六七個星期 還有其他奧斯卡電影上映 到時看看有沒有機會 繼續拍片 其他提名的電影 電影狂熱 主持及讚稿 陳子斌 我們都會見到 全世界的最佳 最佳的集合 尤其是 最佳的集合